大家好,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在养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上一点花生壳来配土 增加盆土的营养 也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那么就有花友之群 这个花生壳是否一定要经过腐蜀才能够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盆土 我用的就是这个花生壳摘种的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土 那么我用的这个花生壳是没有经过发酵腐蜀 是直接摘种的 那么摘种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蜘蛛根系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这个三角蜡长得也是非常的旺 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 所以花生壳其实我们不经过发酵腐蜀 直接拿来摘种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那么很多花友也知道 像羊粪阵营内的有机粪肥 都是需要发酵腐蜀才能够使用 要不然很容易伤根 为什么花生壳不需要腐蜀 就可以直接使用又不会伤根呢 其实是因为花生壳的发酵分解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么就是因为它分解的慢 所以它在发酵腐蜀的时候产生的热量其实是非常的小的 也不足以而出现伤根的情况 如果你实在是担心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生壳用一个袋子装起来 然后准备好一个喷壶 在喷壶里面呢 对上一点这个叶梅原路 然后呢给这个花生壳进行喷湿 喷湿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袋子密封好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 大概呢 放置一两个星期左右 我们就可以拿来直接使用了 因为这也是一个发酵腐蜀的过程 再加上呢用上的这个叶米原路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微生物 有一活菌可以加快这个有机质的分解 像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花生壳已经腐蜀过一遍了 然后我们再来栽种的话呢 就完全不会担心它伤根 花生壳虽然不一定要发酵腐蜀才能够使用 但是呢 使用时候大家还是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的 首先就是这个花生壳呢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捏碎 不能够让它像这么大一个直接放进去 要不然的话呢 它在盆土里面很容易积水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选择用的这个花生壳 一定要是不含有盐分的 如果含有这个盐分的话呢 会导致盆土里面有盐分的堆积 而出现这个伤根的危险 所以花生壳养花 到底要不要腐蜀啊 这就一目了然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